好 繼續來關心 山西有無白水是 電風鎮重要的白水系統 但是在這裡有出海口的地方 幾個年都沒有來收拾 嚴重影響到白水功能 觀眾府在一合再起時 是特別在我們港 基本上清潮維護的港町水面會 最近也會開始來當港 相同水道 山西有無白水是 當地重要的區有白水系統 但是在出海口這段 已經當地無安排的收拾作業 造成年山對接到 山西萬十岔的警方嚴重 影響白水功能 甚至造成白水得管 淹水的警方 在這九代 我們船長以及便宜代表 不斷歡迎之下 在和尚後 關乎在我們港 調開收拾工程序面會 降滑 降滑來去讓它的一個水路 能夠一個疏空的一個作業 其實這個段是屬於 我們排水的下游 那個是非常的重要 到這個地方來做一個清除清淤的動作 因為這個已經好多年沒有清淤了 那麼所堆積的這些泥土 還有一些雜草重生的問題 都會影響到我們上游排水的問題 我們趕快把它做好 才會造成我們上游段 這邊會有一些排水不順暢 甚至雨會淹水的情況 八年沒清了 所以對我們這邊常常水都會淹出來 吃牆降雨就會淹水過來 很不好 那長久的建議就是說 要將兩邊的富覽空氣 這才是永久 可是已經會要 可能要 不只是地方政府 也要中央來配合 不然經常這樣 躲在附近的 常常淹水的收口也不好 有不排水的收純工廠 他就要150個工廠 鄉長所為準接觸 現在就是下距的方向 希望可以加速收純進度 要不要大火來的時候 還會發生淹水的災海 大專新聞 約鳳梧 山西 彩虹寶島